好,快收盘了啊,今天也差不多了 那么本周呢,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 所以的话,射手呢,在这里也提前的祝大家端午安康,和家欢乐 好吧,我们可以安心的先过节 放下手中的股票,收拾一下心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一点,大盘今天在这里没有出现一个次阳 早盘的话,我们看到在这里是有一波急拉,对吧 那这波急拉很明显是形成了一个尖角波 随后在10点多的时候跌破黄线 那我们讲过,大盘呢,它不宜什么,出现太大的跳空 那什么叫做太大的跳空 就是跳空高开超过了15个点以上 就应该要防什么,回落 那您看昨天的收盘是多少 昨天的收盘是3048 那加上15点等于多少 大家看一下今天早上的开盘 刚刚就是什么3052,对吧 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个算术 所以的话,它不宜跳空过高 当然这是常态 因为分时是什么 它是来自于日线 我们一定是以日线为王 如果单靠一个分时 就可以轻松的拿捏掌垫 那咱们就不用学那么复杂的日线了 也不用学那么复杂的战法了 好吧,所以的话 这就是针对于有部分朋友 特别最心于什么分时研究的 你要注意一下主次 随后就开始了一路的下跌 对吧 我们需要看到一点 今天它是形成的一个假阴真阳 毕竟什么 它的黄线是到了下午才跌破的零轴 看见没有 在零轴的下方 之前一直都是在零轴的上方的 大盘虽然是出了一个阴 它没有什么暂时没有出阳线 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射手的文章里面跟大家讲过 您看一下昨天的上涨的加数有多少 下跌的加数有多少 今天就刚好颠倒过来 对吧 目前上涨的加数有1726指 下跌的只有549指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深圳 深圳也是一样 它上涨的有2267加 下跌的有577加 所以刚好是跟昨天进行了一个什么颠倒过来 这个是个股在下跌之后 它必然会迎来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很多的个股今天都出现了一个红盘的局面 红盘的局面 咱们如何去判断哪些个股是属于被错杀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您用基因次养也好 或者用什么 寻农旋骨片去做一把标志 就是不是可以去量一量 只有这样的票选出来 是不是才可能会有一定的后劲 那今天的盘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只有两点主控在里面 第一市场上的资金 它选择了偏谨慎的态度 留在什么 劫后再战 第二的话也同时说明什么 当下的市场这些主力 它也没有选择到一个很好的标的板块 能够造成一个市场的一个辨识度高 或者说能够引起什么 大家的一个共识共鸣 从而造成一个热点的集中的扎堆 资金的扎堆 所以的话它暂时这个方向 这个板块还没有找到 所以它整体上 它的临障板块就会比较散 不集中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留到劫后 只要劫后出了合适的板块 那么射手就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推出来 不过既然今天出现了盘面的这种情况 我们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过节的期间思考一下 其实本轮的下跌一直有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 就是管理层频繁的出问询寒 然后导致什么 有大量的个股的一个爆雷 加速它的爆雷 有很多的个股被ST 所以的话就导致什么 短炒的资金 它就慢慢的就暂时先撤离了这个市场 当然我们说过消息只会被逐利 拿来什么 利用 所以在这里面场内的逐利 它就利用并且放大了这种消息 那么由此来推断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在端午节之后 资金会开始转占那些什么 业绩优秀的白马股 南筹股 当然这个也只是射手的一个意向 我们一定要什么 尊重自己的眼睛 我们要等那些板块出刺牙 确认才能够确认这种判断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一旦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情况 那射手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 把它们作为鱼池推给大家 只是说我们大家暂时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对吧 这个只是一个思路 用来抛砖引玉的 好吧 好 那既然是讲到了这一点的话 有一点那是可以提前讲的 就是说白马股南筹股如果不涨 没关系 那是OK的 那么只要一涨 起码第一条我们选股的思路 就一定会出来 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一定会去优选 它的流通盘偏十几亿以下的 为我们的重中之重 因为非常简单 历史上所有的大牛股 大腰股 它的流通盘一定不会很大 你想一只股票 如果要把它推高 那肯定它的盘子不宜太大 那种动轨啊 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票 它是很难涨停 那即便就是有了一个上涨 它也很难有一个连续持续的上涨 因为那需要什么 巨大的资金去敲动它 那个太费力 那相反的话 它的流通盘比较小 就比较容易 所以您看一下 我们不管是回忆 历史上面的什么 中通客车也好 它只有多少 五个多亿的流通盘 九安医疗也好 四个多亿的流通盘 对吧 还包括什么 中国客船吧 对吧 这都是历史上曾经大炒过的股票 七个多亿 对吧 那剑桥科技呢 两个多亿 你就包括今年的这个什么 正单股份 它也不过五个多亿 所以它不是50个亿 也不是150个亿 所以我们就肯定什么 那想都不用想 就一定去偏向于什么 流通盘比较小的 好吧 那这是讲的中间的一个思路 好 在板块上面的话 我们既然已经前面讲了这个思路 那今天的板块的话 参考的意义并不大 那今天的涨幅排名的前几位的话 分别是工业机械 化工 建筑和纺织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板块指数 那您说 它有没有形成一个集体效应 建筑呢 出了一个缩量的次养 盖阴半 过阴半 但是未盖阴顶 是不是它还是稳妥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等到节后看一看 对吧 那激进的呢 过阴半可以什么 试着盖 那不是什么大幅的干 不是重仓的干 更不是满仓的干 这个文字 那里面有不同的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它也只是一个什么 缩量的次养 过阴半 仿制服饰也是一样 缩量的次养什么 过阴半 那还未过其顶 更换它还是什么 一个高亮柱 那高亮柱的顶 如果最终不能站稳 它又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了 一个高点的质压 那它就什么 打不过 它又得下来 对不对 所以的话板块上面 并没有具备 太大的一个参考性 那同样 这一块的话 是以新能源 以新科技为主 对吧 新能源居前 新科技居后 芯片居前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除去ST之外 您看节能 是不是它也是一个 缩量的次养 过阴半 是不是需要节后的确认 那新能源车 是收的一条什么 长腿 那创头呢 我看创头过没过阴半 刚好过一个点 1147 它收盘1148 对吧 那是不是都没确认 好 这个清能源 它也是刚刚过阴半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这些板块 它目前都还需要一个确认 这是讲得稳妥的 所以它热点板块没有形成 那没有形成之前 咱们就依然什么 依然选择控仓 或者清仓 来继续的休息 那节中的 我们的这个选股的话 应该怎么样去选 那社长呢 这两天是一直讲过 它的一个标准 我今天呢 就决定还是讲两支票 因为犹豫再三 毕竟过节也有三天 大家选股的话 跟大家讲个标准 可能大家心里清楚一些 但是我就很害怕 尤其是有些新人朋友 对吧 他到时候又以为是给鱼 他跟进去 那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他要注意 就如同什么 就如同这几天 大家留言与私信的朋友 你们对号入座一下 大盘在这种极致的 释放风险的情况下 天天还有大量的朋友 在那里晚上问票 这个可不可以干 那个可不可以干 那社长在这里 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在这样危险 风声鹤迪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情况下 咱们是不是应该是 多看多休息 而不是可以去什么 问这个可以干不 那个可以干不 您万一一旦被干翻在里面了 那就真的叫做玩犊子了 他完全就没有什么风险意识 所以这一点的话 那这几天提了这些问题的朋友 请您自个儿去对号入座 想一想 看射手究竟是在帮您 还是在害您 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 那之后的次养的标准 应该是怎样的 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 那如果出了次养 应该掌握怎样的标准 这个难道不叫做未雨绸缪 难道不叫做去打提前量吗 而是一定要去讲 现在这个票 到这里可不可以干 那里可不可以干 对吧 他后面来一个破位 啥都别干了 全什么埋进去了 所以这个就完全就是什么 一个心态 以及一个我们的基础 它是成正比的 说句实在话 基础越好 它的心态就越好 对不对 好了 那讲了这么多的话 那我们最后还是来讲 两支票 好吧 作为我们的一个 就算是找鱼 你也需要有一个模板的类型 那第一个呢 是什么 双费集团对吧 那这个票呢是涨停了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 也不是说涨停了 你再过来去讲的 那我在这里只讲一个什么 很简单的逻辑 那首先一点 它前面做了一个凹峰 前面经过了一轮下跌 那你去想一下这里的一个主控 它做了一个凹峰之后跌下来 这个地方跌停 然后又用涨停来返报 那您说 它从主控上来说 这个主力 它最终是想上去 还是想下去 如果是出货 它是不是早就已经下去了 尤其这里是不是 还是一个什么 放量的跌停 看见没有 但是这个涨停 就暴露了主力的意图 那不管它在这里怎么折腾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主控 一定是什么 要逮着机会去往上的 好 那这个后面我们不讲 那它果然就往上 那一往上的话 有一个问题来了 它在这里频繁的往上打 然后它的量却越打越高 这就跟所有的股票 都是一个原理 如果它不能够继续往上 也就是说 不能够实现高量不破的话 你说它要不要越往上涨 然后量慢慢的开始 成地减的状态 为什么 这样才代表了 我的这个巨大的分歧 已经被我逐渐的消化了 盘面我已经控盘控的比较好了 情绪比较稳定了 才可能继续往上拉伸 否则的话 像这样的情况 越往上走 量越大 是不是说明 它的压力越大 分歧越大 那分歧越大 一旦出阴 你说主力想干嘛 它是不是就要往回袭 它就要埋人 对吧 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是不是就来了 但是呢 昨天的下跌 它来了一个跌停 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最低点 几乎是尾盘才出来的 也就是说 它一直在这里死扛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虽然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假羊 但是这个假羊 是不是它还是尝试站稳的 这个羊关道 并没有跌破 所以这个地方 它当选择跳空音 你看它是主动性往下跌的 直接开盘就跳空的 它就是有往下打的这个意愿 那这个原理就来了 既然你往下洗 那就是什么 那你就把它当成是出货了 但是它今天却什么 缩量的去涨停 所以我说并不是说 这个票已经走出来了 而今天怎么去上车 不是这样的 那你想 哦 原来它不是要出货 它原来是什么 它要入货 它要往上 那你往下一蹲 再起跳 它有几个意思 所以的话 请问一下 在这个主控上面 我们是不是透过 这个主力操盘的矛盾 就看到了它的意图 那看到了它的意图 那你想 按照自己的战法结合 我们的周一 是不是就看住 它的高量顶 以及它的高量顶 就可以了 对吧 那如果它要往下呢 哦 往下 因为这里有一个跳空 那我就看它有没有机会 成为英元帅 能不能够站稳它 或者什么 站稳这个羊的二一不破 就是不是一个空仓低息的机会 那这是不是就是 上与下的一个标准 你看到了它的主控意图 然后再根据这些细节 来定进与退 自上与下的预案 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位 大师兄所讲的预见性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就在于 你自己怎么去看 然后你选到了合适的鱼 应该怎样去定策略 明不明白 那这个就是我们捕鱼的一个思路 好 那同样 这个票也是一样 这个月红远 那我们说过 它这个地方的下跌 是根据板块来不对头 它这个地方不放量 从这里开始不断的在放量 虽然后面两天相对来缩了量 但是它与前面来对比 是不是仍然是属于放量的 对吧 那但是增量因它不是什么 不是一个确认的标志 它是需要次氧的确认 那您看一下昨天 它是不是来了一个倍量的阴线 是不是就是我说 板块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带到个股里面去 那它今天来了一个价板量缩 缩量过高量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一种优质的基因次氧 但是优质的基因次氧 是不是代表着在端午节之后就可以无脑的干呢 那我们就注意一下这根周线 哦 我们一看就知道原来这根因是曾经已经被干掉过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却没有选择什么 继续往上 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往上 难道不是因为它吗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注意 它在这里此处消化过一次 那在这里消化过两次 那我们就注意将来到这个地方来 它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讲究究竟对比 它今天涨了 那我们就同样的标准 究竟来对比 看究竟 那它既然已经跌破了它的实底 那是不是我下周就要盯着它的什么重回实底的这个动作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底是什么 是2块4毛5 而它的因的21是2块6毛1 OK 我们就把2块4毛5与2块6毛1移植到日线里面 那居然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他不懂得如何去移植 那您今天就看好了 我教您怎样移植 非常的简单 那它的实底是2块4毛5 OK 我们切换到日线里面 画一根线 把它输入成什么 2块4毛5 这就叫移植 它不然吧 好 同样 它的21位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2块6毛1我们切换到日线把它移植到什么2块6毛1的里面 那我们下周是不是就盯着这两根线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样去讲 那您想 架板亮缩常态最强 是不是下周应该还有跳空啊 而我们通过射手主图指标可以显示 在今天收盘2块3毛9的情况之下 它的明日涨停是否为2块6毛3 也就是说如果它涨停是可以过掉这个地方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周一出现跳空 我们是不是要看好这里 要看好这里 对吧 那我就不讲的更明白了 那再讲的话 那就直接是什么 您张开嘴巴 我端起来喂饭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只教人捕鱼的方法 而不去去给鱼的 好吧 所以的话 那大家选苦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至少把这个当成我们选鱼的一种标准啊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的基础它不一样 好吧 那其余的我们就也不多说了 所有的一切我们留待什么 节后再战 端午节我们安心休息一下 陪陪家人也放松一下自己 好吧 那射手在这里也再次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那关于今天我们收评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